Hello,今天提前带大家看一下苹果即将发布的Vision Pro的操作系统Vision OS 昨天苹果刚刚发布了Vision OS的开发者工具 这个开发者工具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让将来准备从事Vision Pro相关应用程序的开发人员 可以提前了解到Vision Pro的基本操作界面 接下来你看到的界面是一段利用Xcode模拟器 加上一些用于展示示例的程序生成的Vision OS的实操画面 让我们一起看看Vision OS这种全新的设备的操作界面 可以激发我们什么样的想象力 未来的Vision Pro可能会诞生什么样类型的应用 OK,Let's go! 首先我们看到的这些图标就是Vision OS的UI界面 当然实际在用Vision Pro的头显时是不会有这个鼠标的指针的 Vision Pro是利用眼球追踪技术来实现内部操作的 到时候你的眼睛注视着具体的哪个图标 哪个图标就会具体亮起来 然后再配合你手部的一些动作去实现操作 其次是背景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背景是360度的 目前展示的画面是未来你的第一视角去看的样子 由于显示的设备不同 我们这个是用PC模拟出来的 实际的Vision Pro的显示会极其的真实 细腻程度会非常高 因为其实从前几年发布的VR产品来看的话 基本上是完全可以实现这样的效果的 由于这个细腻程度比较高 也没有卡顿 所以也不会出现大家担心的悬晕的这种状况 我之前有一期视频对比了Vision Pro和Meta的Auglas Quest 2 里面讲得很清楚 实际使用过程当中悬晕的现象是非常少见的 需要了解详细的原因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过去的那一期视频 在显示背景这一部分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 因为我们目前是用Xcode模拟出的Vision Pro的一个显示画面 那么它现在主要展示的这个虚拟背景呢 其实是它VR能力的一部分 实际的Vision Pro是一个MR设备 就是它是结合了VR跟AR两种模式的 如果你是用AR模式的话 因为AR是现实增强 它到时候的背景会是一个完全的真实化的一个场景 然后再配上刚刚你看见的一些UI图标 那么这个界面是一个播放列表的一个界面 我们可以直接点击播放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啊 它其实还是一个2D的一个平面的一个状态 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你本身的偏远不是一个VR的偏远的话 你即便是在Vision Pro里面去观看的话 它还是一个平面的一个像类似一个贴图一样的一个效果 那么很多朋友可能会去问啊 那我是不是需要把我们常规的影片 通过某种手段去转换成VR的影片 这个是不可能的 因为VR影片首先从拍摄的方式上 跟我们传统影片是不一样的 它并不是一个转换格式的一个问题 首先在拍摄过程当中 它就需要不一样的设备 所以你后期想看VR影片 你需要有下载VR影片的片源 那么接下来的背景 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厨房 跟一个餐厅的一个背景 那么它可以通过切换来切换成白天跟黑天 两种不同的模式啊 这包括这是客厅 如果你本人想在这个空间移动 比如说我想进这个餐厅 理论上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实际上你走之前 你需要做的是把你家里面 一些家具啦 什么东西都得搬空 不然你很有可能会产生磕碰 甚至受伤啊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商机啊 如果你带着Vision Pro 在家里面走动 不小心摔坏了你们家 比如说价值连城的几百年前的瓷器啊 那我在想 苹果公司会不会要去给你赔偿 毕竟是它做的太逼真了 所以才导致我没有到处乱走的这个冲动 对吧 那这里我们看到啊 除了餐厅厨房啊 这个画面是我们来到了一个类似博物馆的一个地方 其实这个背景的选择和我们使用iPhone切换不同的桌面背景的道理是一样的 那么将来一定会有一些公司的开发人员会做一些关于Vision Pro的一个背景的一个开发 比如说一个宅男 他肯定希望所处的一个背景是一个四周环绕着二次元美女的一个背景啊 再比如说我们可以设计夜店风格的科幻风格的赛博朋克风格的 那么就这个背景如果你设计的足够真实的话 我觉得一个背景收个三美刀应该不算过分吧 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非常良心的啊 因为它毕竟每天使用这个Vision Pro的时候 这心情会非常愉悦 这里面还有一点非常有意思啊 就是Vision Pro是支持手柄的 那么这里大家看到的我们在背景当中的移动 其实是我们外接了PlayStation的游戏手柄 但是目前手柄除了方向键 以及我们的L2跟R2两个键可以调节高度的视角 其余的按键都是无法使用的 接下来我们展示的是用苹果自带的浏览器 去看一下它具体是怎么实现上网这个功能的 这个上网功能跟我们想象的基本一样 没有什么太多的意外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它播放视频的功能 大家看这里我们点了全屏的按钮 你可以看到这就是一个全屏的效果 同时我们还可以呼叫键盘 在这里我理解的是后期Vision Pro 肯定是靠着头显外部的摄像头 去追踪我们手部上的动作 去实现这个键盘输入的 那么这里我们通过一些动作 应该可以同时打开多个窗口 我们可以放大和缩小 同时我们还可以拉近或者拉远窗口 但是这个后期具体是通过什么样的手势 我们目前没有办法给大家展示 我们在这个模拟器当中 是通过按住Shift跟鼠标键去实现这个操作的 因为大家看我们也可以通过移动来接近这个窗口 那么如果你实际是带的Vision Pro这个设备 去进行这个操作的话 我相信当你走到这个窗口的时候 你的视觉体验应该是非常震撼的 我们还可以穿过它 从它的侧面走过去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的照片应用 那么大家看 如果你本身这个照片是一个全景模式的照片 打开以后就会呈现一个类似的效果 就是这张照片整个会围绕着你 同时上方有可以选择操作的按钮 打开以后基本上操作的选项跟我们的iPhone是差不多的 另外我们看我们可以通过拖拽来把每一个打开的窗口放在不同的位置上 可以根据你实际的这个背景将窗口放在每一个不同的位置 现在我们还感受不到这种方式能给我们工作效率的提升带来多大的好处 但目前从直觉上来看 这样的设置显然更加人性化 苹果在这方面果然很强 那么根据苹果官方的开发者说明 它们对于图像的渲染是离你越近 它们渲染出来的图像像素越高 离你越远 那么它们相对来说像素会更低 可以看到目前其实官方提供的这些应用程序的话 还都是2D的版本 感觉并不是十分适配这种MR设备 所以我想这里也留下了很大的创业空间 目前每一款我们耳熟能详的APP可能都会被重新设计 更加的适配这种MR设备 谁更早开发出来了适合Vision Pro的应用程序 那么很有可能在未来重新定义这家公司的商业地位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游戏 看看能不能获得一些启发 苹果的游戏 果然一如既往的不行啊 这个游戏很傻啊 是在拿弹弓打云彩 另外一个自带的展示程序 是类似一个沙盘展示的程序 搞不明白这个应用具体可以干什么 另外这个展示应用的名字叫Hello World 是一个关于地球太阳 就是外太空的一些一个展示的应用程序 那我们点击进入以后 我们看到我们大概就是扮演的这个卫星的角色啊 在太空中 看着地球 看着太阳 包括银河系 哎呀展示了这么多以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 有好多的窗口啊 大家可以看到 不知不觉就打开了这么多的窗口 给人感觉非常的混乱 不知所措啊 不知道未来我们实际在用Vision Pro的时候 出现这种状况 我们到时候的心理是什么样的 再来看看这个日历 哇这个也没有什么亮点 跟我们想象的差不多 给我的感觉就是 凭空又多出来了一个界面啊 我不知道那些有强迫症的人啊 如果看到了这个界面 他们会有什么反应啊 会不会把这些所有的窗口都强行对齐啊 或者摆放整齐排列有序 我现在已经有快疯掉的感觉啊 擦这里还有一个窗口 那么说到这里啊 如果你有编程或者制作APP的相关经验 你想要去尝试开发Vision Pro的应用的话 你就可以去登录苹果的官网 下载Xcode跟Design Info Vision OS 你就可以参与构建这些应用程序 同时你也可以查看 它官网上提供的一些其他的应用程序啊 因为我们今天展示了只是一少部分的应用程序 当然我们开发新的应用程序的时候 我们肯定要去思考我们目前习以为常的这些应用程序 到底应该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去在Vision Pro里面去呈现 可能会显得更加合理 那么如果也仅仅像以前的是一张2D的 像一个贴片一样的界面的话 我觉得这个工作其实意义不大 Vision Pro在操作系统上 显然会需要我们用一定的时间去对它进行熟悉 但是也许这就是未来值得我们去认真思考 好消息是在没有产生非常火热的杀手机应用的时候 包括现在Vision Pro 3500美元的售价的情况下 很长一段时间内 我想Vision Pro都不会成为一款大众产品 那么就相当于给了我们比较长的窗口时间 但是你千万不要幻想利用人工智能 像现在的ChatGPT这样的应用 去帮你完成这相关应用程序的开发 现在有一个现象 就是自从有了ChatGPT以后 包括一些教授ChatGPT使用知识的老师 他为了卖课不断地给很多人去洗脑 一部分认为我只要掌握了ChatGPT 我就无所不能了 这绝对是幻觉 过度依赖ChatGPT这样的人工智能的结果是什么 就是在你不断碰壁的同时 让本来就不太灵光的你 可能会变得更加平庸 那么下一期节目 我们就计划去讲 ChatGPT这样的人工智能 实际上是拉大了普通人和专业人士之间的差距 让本来就很平庸的人 以后会变得更加平庸 说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 那么请订阅、点赞、分享 那么这样会让算法知道 你喜欢一些有思想 或者有一些无道见解的频道 并为你推送更多相关的内容 感谢大家 我是大悦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